今天是个好天 我们家开始换屋顶了 约了两个月 终于今天开始换了 看 已经开始拆了 估计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吧 那是谁啊 这就是Vick Vick是谁啊 这就是Vick 他找我哪是吧 对 I got to my wife your week Hello how are you 就这么写啊 估计多长时间能换完 你问问她 那首先要做的呢 就是找两家更换屋顶的公司 来进行评估估价 哇塞 拆的是很快的 你看 拆完了从侧面就往下扔 这是第一品 屋顶的瓦片呢 样式蛮多的 我们选择的是这类的材料 那么我们首先到了Roof Mart 那里呢 有不同的品牌 不同的样式 屋顶材料 展示在那里 你也可以拿些样品回家 做个比较 来选去最后选中了一种 我要换这个型号的 叫Cornstone 这个颜色的 这样看着有点深 但是铺上了以后 就偏卡其色 还挺好看的 拆的是很快的 拆完了从侧面就往下扔 看了吗 这房顶都已经扒掉了 那层Playwood也扒了老公 应该那层 应该不是Playwood 就这家公司来给装的 Nexus Roof 做的集装性 都扔在树上压不坏吗 这是拆的板子都放这里了 40尺的柜子 前面铺完了 看后边还没铺呢 这是把木板上了 它在凉呢 是不是 看看这个屋顶 已经开始上这个 上瓦 上粘顶了 我们是星期一拿来的集装箱 然后呢 星期二开始拆 星期三铺了一层木板 今天星期四 开始铺这个粘了 嗨 今天是星期五 第五天 我们家的这个前面的这个roofing 已经装上了 仔细看看这个颜色 还挺好的 还挺好的 再把这个 眉头的颜色 再刷刷 这是后院 好 屋顶 基本上就搞定了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边边角角 需要处理 比如说它的garter 比如说它还有一些橡胶皮 或者是不平整的地方 在烧家整理 就ok了 那么现在小结一下 家屋顶呢 这个价位 算是不错 质量呢 公司也有十年的warranty 瓦片的选择上呢 这个颜色选择呢 略微的跟我房子 有点顺差 所以日后呢 我要把房顶的这个眉头 再改改颜色 让它match一下 好 我家房子泡水以后的第一步 就是更换了屋顶 接下来还有屋内的所有装修 我将逐一的在这里记录和分享 好 朋友们再见